大家好 今集的Proof Reading 我們會做Level 2的Questions 這一集的目的就是 想教大家如何 在一個句子裡 用的Tense 用得正確 用得一致 所以Level 2我起的Title 就是Consistency 即是一致性 of tensors in a sentence 首先我想 教另一件事就是 給一個例句看看 如果你只可以 改一件事 你會怎樣改呢 你應該 要把 Refuse 變成Past Tense 變成 加一個D 可以嗎 我這裡再打一次 原因是 你要明白 一個原理就是 如果有一個 conjunction 在句子裡 conjunction 是and 或者but 那句子 兩邊的Tense 都要一樣的 行不行 例句 I ate bread and drank milk 我吃麵包和喝奶 那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 連接詞 是and 那你前面 是用了 age past tense 那你後面 drank 就要變 past tense 就是drank 可以嗎 所以這裡呢 這題呢 refuse 要變past tense 因為前面是 前面是past tense 還有連接詞 在中間 可以嗎 resign 即是辭職 可以嗎 好 我們來多一句 先移進去 這句 你會怎樣改呢 last night 其實暗示了 要用past tense my brother cooked the dinner 沒錯 但我看到我連接詞 and watch the dishes 好像是現在色 即是不配合 不配合 所以 watch 就要變past tense 過去色 所以就要加這些 行不行 好了 看這句 這個又應該怎樣改呢 先放大一點點 先放大一點點 想想這句 為什麼 remember to check to see that any glass doors or windows are locked before you left your room 你覺得那些tense一不一致 你覺得那些tense一不一致 首先你要問自己 這句本身應該用什麼tense 這句是一句advice 提醒來的 提醒應該用present tense 對嗎 記得提醒是用present tense 所以 你看看有沒有verbs是沒有用present tense 看到就是left left是past tense 過去式 所以它要改做present tense 不是left 是live 可以嗎 before you leave your room OK 好了 那 試一下這一題 這題有點難 我就喜歡向難度挑戰 是否有兩個錯誤 有兩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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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錯誤 如果有人聲稱他在酒店的職員 僱員 and send to your room 兩個錯誤 這個是 剛才我教過你 你要確定這個句子是用什麼Tense 應該用什麼Tense 這個句子是一個提醒來的 是一個advice來的 我說過advice要用什麼Tense present tense 那你就想一下有沒有 哪一道他沒有用present tense 很明顯 是不是在這裏 這個ars是不需要present tense的 第一個搞點 還欠最後一個 Taria其實就是 他沒有用錯Tense 但他漏了加東西 在前面那裏 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一樣 一是他 一是他 是他 是聲稱 和在動詞 他漏了 s 可以嗎 claims to be a hotel employee 所以這裏要加回 就是這兩個錯誤 就是這兩個錯誤 好了這句了 想想了 其實這句的問題就是他 他 他不太懂得分分 Tense的 用法 即是他不太知道 即是Tense 如果那件事是發生早的 我們就應該用 第二隻Tense去說 OK 但他這裏的問題就是 他這裏的Tense 是完全一樣 但是他的動作 是有先後之分的 看看 看一看 你知道我講誰 Before he drove back home Mr. Chen drunk two glasses of beer 喝兩杯啤酒 哪一樣東西先呢 先喝啤酒 然後先回家 兩樣東西都是過去的 這件事先發生的 所以我們就會用 Past Perfect Tense 再加一個head head drunk 可以嗎 這個是Past Perfect Tense 可以嗎 所以就 要明白了 這句也是差不多的 看看吧 看來吧 放大一點點 放大一點點 My grandpa died in 2008 However Before his death He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好 2008 現在已經是2012 所以是蓋式 是不是 Died 呢 就要加D 蓋式 那 他 離開之前呢 他就環遊世界 OK 那即是哪一樣東西先呢 就是他環遊世界先 然後才拜拜 對吧 所以這裡就要用 Past Perfect 有勁及此 head 可以嗎 要加一個head 其實Travel呢 Travel的Past Party 其實有兩個寫法 要不你就寫 兩個L 或者一個L都可以 那就是這兩個錯誤了 那今集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 對於Proof Reading的Tensors 有更加深入的認識 那之後我們 就看Level3的Question 那下次再見 拜拜